第九十七集 可惜好不容易等到严家的马车来了 一条连两个人的表情却纠结了 原来这架马车行到途中正好遇到了严严的一个兄长 此人原本同友人饮酒 打算饮霸盛盛凉自己走回去的 奈何不小心喝得有点多了 走得亮腔 看到自家马车便拦了下来 也要大一成 这位仁兄人高马大 马车却窄 丧其往里看了一眼就觉着 若是自己也上车一定很拥挤 而且若是熟人也就罢了 跟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好像也不太好 严严也想到了这一点 不好把兄长赶下去 也不好把丧其扔下不管 一脸为难 丧其却不想给人家添麻烦 大度地挥了挥手 说道 没事 你先走吧 大不了回头我自己走回去 那怎么行 你这个样子 严严往城门的方向看了看 纠结道 待会进城 人可就多了 这个时辰 街上还热闹着呢 那就等晚点再走 我在这多休息一会儿了 丧其无所谓地说 严严还是放心不下 嘴上说着 你先等等 脑筋飞快地想着办法 可是 他那个脑筋能想出什么好办法 正在自我折磨之时 只听一直合着眼眸 闲闲闲靠着柱子上 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的燕云芝 淡淡开口道 不是还有燕某人的吗 不知道你们都在为难些什么 对啊 也可以坐师兄的马车回去 严严文言一拍脑门 恍然大舞蹈 丧其的脸色却黑了黑 拜托 他就是不想坐燕云芝的车号吗 这边 严严却觉着 凡事交给燕云芝 简直太让人放心了 压根不考虑丧其本人的想法 没心没肺地上了马车 愉悦地掰掰手 说完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便扬长而去 丧其轻轻朝踢他的马蹄哼了一声 这架马车前脚刚走 后脚燕家的马车就来了 比燕家那个刚宽敞了许多不说 车上还没有旁人 燕云芝听见驾车赶来的白石换自己 抬起眼眸 看了丧其一眼 还不上车 今晚还打算在外面睡吗 说着大友谦让一下 先让他上去自己再上 或是他不上自己也不上了的意思 丧其无奈 只得硬着头皮坐了进去 燕家只来了燕云芝的贴身 是从白石一人 丧其的车夫便在外头 同他一起驾车 车里只有他和燕云芝 明明挺好的一架马车 地方宽敞 铺得垫子柔软舒适 丧其却感到如坐针毡 故事向外看去显得很局促 燕云芝则继续合谋假妹 也不开口说话 想来是真的累了 丧其偷眼瞄了几次 借着月光和街道上的依稀灯光 看着他俊逸绝伦 宛如美誉的容颜一片宁静 便大着胆子多看了一会儿 偷得浮生片刻 这是只属于二人的时光 在这一瞬间 相信眼前的这个男子 喜怒哀乐与自己有关 不知不觉 丧其便看得入了迷 撑着头含了笑意 马车在石板路上摇晃而过 从人声鼎沸的长街 转入了相对寂静的街道 就快到丧府了 丧其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只见燕云芝微微眨动眼帘 修长的睫毛像一群仙鹤在舞蹈 而后睁开眼 目光温和地迎上了她的视线 丧其反应过来 微微一震 轻咳了一声 避开了她的视线 扭过头去看车内的装饰 摆出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 燕云芝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 快要到家的时候 纠结了一天的桑琪 终于憋不住 想把自己的疑惑问出来 一股作气 拿出勇气抬眸看她 换到 师兄 燕云芝方才也在看窗外 闻言平静地应了声 转过头来 视线一相交 丧其只觉得这气是白骨了 几番欲言又止 也没好意思吧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 这种大言不惭的话问出来 便最终甘笑一声 假装正经道 这一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燕云芝淡淡一笑 是吗 不用客气 应该的 话音未落 马车停了下来 白石的声音传来 丙公子 桑府到了 收下把车停在了后门 停后门就好 后门就好 桑青一听 赶忙到 只觉着后门到得太是时候了 赶紧快步下车 招招手 丢下去 大恩不言谢 那我就先回去了 师兄再会 便落荒而逃 而后 他自个儿琢磨了两三天 还是不明白 燕云芝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便觉着 既然不好意思 直接问他本人 旁敲侧击地问问 别人是怎么想的 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毕竟 比起他来 有些人更了解燕云芝 也更了解男人 可是选谁呢 苏杰宇肯定是不行了 清玄君嘛 因为是苏杰宇的哥哥 感觉也有些别扭 于是想来想去 桑奇觉得自家师父 燕鹤行才是最适合探讨这个话题的人选 一来 他一把年纪了 又独自隐居 就算知道了什么 也断不会到处去乱说 二来 所谓师者 原本就应该尽到 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 按说 也不会笑话他 三来 毕竟 他是看过燕云之光屁股的人 打定主意后 车夫上山去取马车的那天 桑奇也跟着去了 一看燕云之和燕云刚好都不在 便让车夫在外面候着 说自己跟师父有话要说 二人在室内小坐 桑奇乖巧地给燕鹤行泡了茶 又拿出茶点后 像模像样地坐在一边 小口小口戳着茶叶 思寸着该从何说起 还没等找到满意的开场白 只听燕鹤行先开了口 捋了捋长须 挑眉问道 看你最近这阵子 一直像是有心事的样子 不愧是师父呀 居然早就发现了吗 被戳穿的桑奇连忙点头 摸索着手中的青花瓷 重重爆了声 嗯 其实弟子 一直有一事不解 桑奇清了清嗓子 面色微红地说 不知师父能否帮忙疏导开解 哦 说来听听 关于师兄和兰姬的事 师父可了解 算是吧 您觉着师兄带兰姬如何 挺好啊 那 桑奇纠结了一会儿 又清了清嗓 问道 您觉着师兄带我又如何 也挺好 白衣飘飘的雁鹤行 在香炉阴晕的青烟中端坐着 语气波澜不兴 从容作大 桑奇听着有些无奈 都挺好的 苏杰宇那孩子 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你是他的亲师妹 对你们好 不是很正常吗 他这样一问 雁鹤行反倒是一脸不解 桑奇无言以对 半赏才憋出来一句 这倒也是 雁鹤行便淡淡一笑 低眉喝茶去了